各位好 今天是2023年2月2号星期四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云飞 与您一起点关香港 今天我们从下午举办的你好香港启动礼说起 今天下午特首李家超在你好香港启动礼上 为一连串活动揭开序幕 这些活动都是为了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 推广香港商机 文化景点及提升旅客体验而准备的 会上公布了向本港居民及海外旅客送出50万张机票的详情 以及介绍旅发局派消费优惠券给旅客的活动 从今天下午5点起 消费优惠券会在机场入境大堂 尖沙嘴天心码头 西九龙站敌港大堂 还有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 这四个地方的旅发局游客接待处派发 机票的赠送相信是不少旅客关注的话题 特首李家超在你好香港启动礼上表示 以准备50万张机票提供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欢迎旅客的举措 他认为送出50万张机票 新一年香港市面会更添热闹 大量的旅客会来到香港 另外机管局还会在夏季派发8万张机票给香港市民 还会派给大湾区的市民 合共机票会派出约70万张 至于如何获得机票等细则 会由航空公司陆续公布 点新闻会持续更新 全世界的游客回到香港 毫无疑问会带动本港旅游业的复苏 旅游业界也在加紧准备 比如迪士尼乐园就在今天举行大型招聘会 提供超过600个全职及兼职的前线岗位 包括乐园运营 酒店 餐饮 销售部等 迪士尼行政总裁莫伟廷表示 随着本港通关复长 乐园的运营也在逐步改善 香港迪士尼早前已接待了 大约20团来自内地新加坡 泰国及菲律宾等地的业界代表 未来几个月也会有更多的业界代表 传媒还有旅客到访 期望能够推动本港的旅游业复苏 香港的景区在为游客的到来招揽人才 跟香港仅有一岸之隔的罗湖商业城 也在积极地做迎客准备 昨天下午 罗湖商业城物馆公司 给商户发布了一则通知 通知写道 罗湖口岸将于2月6号全面通关 请商户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准备 然后备其货物 通知在他们商户群组发出以后 点赞和鼓掌的表情符号紧随其后 可见商户们都十分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而对于罗湖口岸的通关时间 特区政府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 有信心很快会达成全面通关 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罗湖口岸最终的通关时间 不过在罗湖口岸 点新闻记者看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现场调研通关路线 还有清洁工有用高压水枪清洗墙面和路面 整个连检大楼的灯光也已开放 看来罗湖口岸离通关真的不远了 要说受到疫情影响比较明显的行业 餐饮业一定名列其中 因为疫情位于罗湖商业城的大快火餐厅 关了近三年 这家店的负责人表示 2月6号将正式营业 为了迎接营业 最近几天员工们都在打扫卫生 更换菜牌 调试设备 为了迎接通关的机遇 他们还从其他分店调派了部分员工 并招聘了一些新员工 负责人还表示 疫情前他们的生意十分火爆 他们这家店 在珠三角的五家店铺中 生意是最好的 因此非常期待口岸恢复 带来的通关机遇 除了罗湖口岸 第一阶段还没有通关的 还有黄港口岸 最近也有消息说 黄港口岸最快也将在下周一 也就是2月6号重开 并且通关配额及核酸检测要求 都会取消 疫情前往来黄港口岸的主要交通方式是黄巴 据了解黄巴早前就已经开始试车 有职员已经开始清理站内外的杂草 运输署表示 黄巴运营商已经准备于黄港口岸 恢复旅检服务时 恢复跨境巴士的服务 罗湖口岸和黄港口岸有望在这个月初通关 相信能让不少香港旅客和海外旅客能够重游内地 特区政府意在积极推出活动吸引旅客到香港 香港也将迎来更多的旅客 我们的生活正在复长 全面通关以后 你打算去哪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 请关注点新闻网和点新闻APP 我们明天再见 还是 但是 收益 !". مة